我觉得我从刚刚开始 我认识他 他是香港一个经纪人的 一个新的演员 我刚刚开始的时候 他们还拿他的电视剧给我看 然后就开《沙破狼》 然后香港那个《帕口》 他就跟我说 他就是第二个理念企业 我看到他打 我看到他一直在很拼 我看到很多电影 很多很用心 然后后来我就跟他在 在少林寺跟他一起演 然后也觉得他是一个 就为了自己的工作 很认真的一步一步走 然后现在看到他的成功 所以我觉得还是电影的梦 还是一个比较鼓励心强的 一个环境 所以希望大家不要 我们当演员的 我们撑那么久 我不知道我们下一部会怎么样 或者我下一部会怎么样 或者是以后有没有人找我去演《战狼3》 这个很难说 但是我们基本的 自己的那个要做好 您可以向吴京导演发出邀约 说邀请了呢 主演《战狼3》 你主演 我也老郎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Comoistä的这种 爬门 你学厚 你学厚 我 ciud功能 待会我们有party 待会再喊一次 每一年 这个奖项的时候 我不管拿到还是拿不到 我都会安排的跟我们歌迷演的一起 这一天的晚上 可能是我们 是一个难忘的晚上